我那時候曾經一個月打五分工 打五分工 五分工 我可以問一下 打五分工可以賺多少錢嗎 嗨 大家好 我是莫莎淺淺 我又來了 就是她寄錢幫我做 睫毛跟眉毛的 小溫不叫我Dona 嗨 大家好 我剛剛不是在跟你聊天嗎 然後我要說 就是口音這件事情 之前我在台灣工作 然後有接觸一些來台灣玩的遊客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就理髮廳 理髮廳 然後我就這樣 因為她講話的語速又偏快 理髮廳 然後就說 蛤 什麼 再說一次 對不起 理髮廳 理髮廳是什麼 然後就這樣 那個頭髮 啊 大陸叫髮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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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什麼那邊的口音 理髮廷 他是這樣說的 理髮廷 很少聽 理髮廷 然後我就真的聽了很久才知道 原來是在說剪頭髮的地方 台灣叫Salon 日本也叫Salon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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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像我做美業也算Salon 就是如果我一整間店 什麼都有的話 他也算Salon 對對對 我剛來台灣上班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講說 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在來台灣電局之前 我沒有認識過台灣的女生 我只聽到台灣女生說 哇很溫柔 就叮叮是嗎 對 叮叮的 也可以 都可以 我看來啊 我以前在大陸的幾場經驗就是 愛撒嬌的女人命比較好 在台灣上班之後 我就認識很多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給我感覺就是很不一樣 我聽到你有說你當居家服務員 你去考那個證照 我真的有被嚇到 我覺得你這麼年輕 然後 竟然就是會願意嘗試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 但是 很多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 試了才知道你喜歡 或不喜歡 是各種各樣的工作看自己喜歡買一個 不用去排斥 對 真的 我看你其實 我稍微有回去看一下你的影片 我發現啊 其實你好像也做過蠻多工作的 在台灣 對 我在台灣有做過 我剛來的時候有做過 在健身房 我很喜歡那個工作的環境 跟動圍 我老公說我找不到他上班 因為我老公上班也蠻辛苦的 所以你看你兩點鐘會到家 就是凌晨喔 對啊 到半夜啊 好晚耶 我老公說叫我去超商 從早上上到下午 然後就可以回來了 超商為什麼我不做 我就做了一天 然後我進去倉庫 那個冷凍庫裡面 對 去搬那個飲料的時候 裝那個飲料的時候 對 我就冷到了 然後中感冒一個禮拜 然後就不做了 所以 我再分享 我覺得台灣的便利商店 真的很強大 你有覺得嗎 你有覺得嗎 我在這邊尊敬每一位 超商的工作人員 我老公一直都說 超商的人太厲害了 什麼都不會 對啊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很佩服 我老公說 如果你會做超商的話 你的腦袋就會變得很好 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就很希望我去做超商 他說他沒辦法做 因為他腦袋沒有那麼靈光 他這樣講 老公蠻看得起你的 你不覺得嗎 老公覺得你 頭腦可能比他好 他覺得你應該去超商做耶 像我今天做牙柱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他長得真的很漂亮 跟你差不多 他應該比較漂亮 跟你一樣漂亮 沒有 你很漂亮 1米75 真的可以做模特的那一種 他做牙柱 然後他去打工 哇 我說 真的很佩服耶 然後他說 他喜歡自己賺錢的感覺 喜歡靠自己 他也是跟你一樣 發現台灣還蠻多 我是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啊 都很願意去 去自立更生的 但是我跟你說 我覺得 台灣 像我 並沒有覺得自己很漂亮 我覺得我並不是有資色的一個人 我並不是可以 靠就是我的臉蛋賺錢的人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我會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想做這件事 我曾經一度 就是 還沒開店 我真的還沒開店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沒有什麼資金 然後 我就想要很天真的覺得我自己可以 就是在家 就是租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就在家這樣子 然後做 霧媒 那時候我就有學霧媒而已 然後就覺得在家可以做霧媒 我應該可以養活自己 結果後來發現養不活 我那時候曾經一個月打五分工 打五分工 五分工 那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就在上班了嗎 沒有 就是 這一個月我就會排 只要有休假 我就排另外一份工 再有休假就再排另外一份工 總共加起來有五分工那麼多 天啊 對 對大致上是這樣 五分工 打工王帝 打工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 我可以問一下 打五分工可以賺多少錢嗎 嗯 那時候我應該月收入了個 七吧 差不多 七萬 對 那就是壓縮時間 你五分工應該不是每天都五分工吧 只是說 沒有每天 只是有休假我就塞另外一份工 哦 然後那時候我都稱自己叫打工仔 一分正工要別的工作可能只是上一天 或者兩天 對 但是我就沒有休假 就是那一整個月是沒有休假的 你就是都在工作 時間都花在工作 你真的很拼耶 可是 我覺得當打工仔 蠻好玩的 我自己那時候回想起來覺得蠻好玩的 沒有什麼壓力啊 對 然後就是你可以嘗試各個不同的職業 就是今天去做櫃台 然後明天去做Sales 然後後天去做什麼 然後去當接待小姐 接待小姐是那種 比如說人家辦活動 然後就是要指引人家路線的那種 接待小姐也可以 對 然後或者是Showgirl 我是沒有辦法當Showgirl 因為我太矮了 就是Showgirl可能身高不夠 Showgirl 你有去過展場 或是賣車的啊 專門會有人拿著車牌 然後長得漂亮高高瘦瘦的 然後很高 那種Showgirl 就模特是嗎 對 我覺得那就是模特啦 就是模特 對 然後就是我去 但是我不是去當Showgirl 我是當接待 就是指引人家路線的那種 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各行各業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哇其實做每一行業真的都不簡單 那你有做過雅柱嗎 我沒有做過雅柱 但是我曾經也有想過要去做雅柱 是 但是我沒有做過 是不是記那些器械很複雜 很累很累 對啊我之前在看雅柱的時候 我就是看著然後就想說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啊 一些專業術語 但是雅柱做得好 我真的會有六千萬多人 不知道欸好厲害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來雅柱做吧 他做比較機身的那個 哦 我那時候每天應該睡3到4個小時而已 嗯對因為我每天 3到4個小時你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啊 那很累吧 有時候我比較常住 比較正常的一份工作就是 早餐店 早餐店 因為我想到的是我早餐店如果做完了 然後下午就可以做客人 對吧 是 對所以我就那時候早餐店就做 所以那時候早餐店要 五點要出門 所以大概四點半要起床 啊早餐店就不用化妝了啦 早餐店就就是對 早餐店就素素 反正油煙那麼多 所以我就是穿著換個衣服 然後刷給他就出門了 所以大概四點半 我下午就會去 沒有客人 沒有安排到客人 我就問我朋友說 這幾天我可以排班 去做 就是當你的Sales 就是去賣一些東西 這樣子去百貨公司站櫃 對 對然後就最常就是這樣 那百貨公司 我就是從下午的時間開始站 直接站一個班 一個班就是到晚上 閉店 就休息閉店 就收店都如果要收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百貨公司下班 九點半十點 然後十點半 然後到家 而且我那時候在住在新北市 然後我在台北市上班 就是要從台北市回到新北市 真的很厲害 就是要花一段時間 就要花一段時間 然後到家裡 所以到家的時候也差不多十一點半 是 十二點 然後隔天再繼續睡 所以那時候真的都差不多只睡三四個小時 我真的很少見 這麼拼的 就是我在大陸不會說在台灣 因為在大陸女生他們都講說 幹的好 可能在台灣講幹是不好 但是他們就說做的好 就是工作事業做的再好 不如嫁的好 不如嫁有錢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真的 很少會有緣就是這麼 可是是不是大陸也蠻多女強認的 有啊有啊也有 也是有吧 但是不是說所有的女生都那麼肆虐啦 我真的沒有接觸過 會抱怨老公沒錢 然後自己又不想上班 至少我沒有接觸過這樣的 台湾女生 不知道我覺得是不是我從以前就是 耳濡目燃之下 或是什麼之類 我並不覺得男生一定要是最賺錢的那一個 對 我覺得女生賺錢也很好 甚至我花我自己的錢 我好爽 像台灣很多手機 啊對對對 我來台灣我發現 哇台灣的女生 因為我以前聽到大陸遠路講 啊台灣的是不是男主壞女主妹啊 你知道嗎 台灣的男生是不是很大男人主義 女生一定要在家 適奉公婆 相夫 教職那一種 他們問我台灣是不是這樣子 嗯 沒有吧 也是有 我必須告訴你 你要他這樣子 我只能跟他說 他就是一個好媳婦 對真的 我對台灣女生意象還真的很好 很喜歡 你不嫌棄啦 我可能你這樣講 但是 真的很喜歡 如果我是男人 我一定要許台灣女生 叫死 但是台灣女生 漢的也蠻多的啊 像我也是偏漢的那一種 你還漢啊 上去我坐你的車 哇你到底要不要走啊 哈哈 天啊 但是他一定是我最生氣的口氣咧 是要走不要走啊 這樣子 哪有 他講得很溫柔 哪有是這樣 說 哎呦你要不要走啦 我說不出來 就很鑽啊 不要 你講得蠻好啦 太溫柔了吧 哈哈 是不是因為語助詞 可是我會覺得 嗯 漢漢很舒服啦 走啦 對啊 他到底要不要走啊 我已經在那邊等了 你沒有車了 你是要走還是不要走 這樣 好啦 如果大家想要做眉毛 或者睫毛 可以找做美女座喔 或者是你們 還想要我出現的話 你們就跟他講 哈哈哈哈 你再來煩大家 好不好 就來煩大家 看大家願不願意啊 哈哈 那我就把你的那個 那個Line 聯絡方式放在留言板上面 好啊 謝謝 很感謝你陪我聊天 好 謝謝你來找我 陪我拍影片 因為在你身上 我吃到很多東西 先分享到這裡啦 多謝 掰掰 感恩 對 感恩 感恩 露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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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露蠻 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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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輕喔 原來要輕輕的 多蝦 對 多蝦 哈哈哈 我知道了 就感覺要輕輕的講 有嗎 我還是 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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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 掰 拜拜